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Roger 鹹黑燦 我一位食譜專欄作家 料理導師 和一個很喜歡說說故事的HOME CHEF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很適合平時煙客 又或者一家人為賣一起吃的菜式 就是這個葡式海鮮飯 葡式海鮮飯有什麼特別呢 很容易做 由你煮到你最後上碟都用分一個鍋來做 我們首先看看今天的食材 有少許洋蔥 一會兒我準備了少許番茄 今天我不論識我的荷包 我買少許好的番茄 用一些藤茄把它切碎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問我 John Sir 我可否再吃一些例如 車尼茄也可以 然後說說我們的米 今天我們用平時 大家可能很喜歡吃 意大利燉飯risotto 這是一隻米 這些米通常在大部分的超市便可以賣 但大家要記住 這隻米是不需要洗米的 直接放下去煮就可以了 又有不同的海鮮 今天我在超市買一些急凍的海鮮 包括帶子 蝦仁 那你問我 急凍的海鮮不好吃 這個菜式的亮點 有些新鮮的沙白 剛剛今早在街市很新鮮買回來 我們現在就先開熱 先開煎鍋 我今天用一個西式料理 叫Castro 可以煮燉菜式 如果你在家裡有 你可以用 如果不是 或者用一個普通的Frying Pan 有少許深度來做 都可以 因為一會兒我會用一個Frying Pan 去煮飯 好了 我已經燒熱了油 第一件事就是 準備了一些洋蔥 現在我切得這麼小 你記住 下了洋蔥之後 立刻在明火上面 將它轉為小火 如果不是 洋蔥就會很快焦了 下了洋蔥 先爆一下 然後就準備有幾粒蒜頭 蒜頭也是很簡單 切片 現在我要做飯 促進去的湯底 先把我剛才切好小粒的番茄 全部放進去 煮一煮 還有小提示給大家聽 煮這些 這麼有鑊氣的菜式 我發覺原來 用明火去做出來 是靈性香一點 因為用明火 其實某程度上 可以控制到火候 還有它令你的存熱 是好很多的 好了 下了番茄之後 接著這個時候 可以把我剛才準備好的蒜片 全部放進去 這個菜式 很多時候 我們家裡 以前 小時候 很多時候 一到暑假 就會回到葡萄牙 就稱之為秘暑 這個菜式 一到星期六 很多時候 家人都會去煮 為什麼呢 它的好處就是 你學會怎樣做這個 底汁之後 海鮮 你其實每次都可以 用不同的百搭 一家人圍著 吃飯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 挺上心的事 我們下了番茄之後 煮一煮 煮到它開始 有少少微爛 接著 我們就要加少少白酒 我會有個小建議 你去到超市 買一些 小小支 五十多元 六十元 或者再便宜一點 那些叫做Cooking Wine 倒入白酒之後 等它煮一煮 等它的酒精蒸發了 而且你看到 其實現在 那個番茄 已經做到 是一個番茄融出來 整個過程 我覺得真的很治癒 接著我會加少少辣椒粉 辣味才可以提鮮 所以現在就加少少辣椒粉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甚至乎可以加紫天椒 也可以 好了 下了辣椒粉之後 我們把它炒一炒 接著把火轉小一點 這裡就是大概有二百五十克的 意大利米 我們把它一次過全部放進去 不需要洗 放進去之後 輕輕 兜一兜 讓米和番茄底融會一體 好了 接著我就是放高湯 平時我們怎樣用一個 Frying Pan 一個西式的範圍來煮呢 大概是一比二點五到三 即是說 如果你用了一百克的米 你便預算是二百五十至三百毫升的水 來煮 但大家要記住 你在家裡 你用的爐具 甚至乎你用的器皿 都和我不同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 預留多一點液體來煮 一會兒我會煮 煮到這樣 你會發現開始有點乾 但應該還未煮熟 我便會留一點水再下去 將火開大 讓它煮沸 好了 現在已經滾起了 滾了之後 很簡單 蓋上蓋子 然後把明火調到最小 那你說這樣要煮多少 跟回我剛才的份量 整個過程 我們會煮二十至二十五分鐘 在期間 要看一看 不要令它太乾 而且一會兒 我們便會開始加不同的海鮮 煮一煮 我已經煮了十分鐘 揭出來看看 你見到 很明顯 現在的米已經吸了很多的湯 很飽滿 今天的亮點是 我們如何善用在超市買的急凍海鮮 準備了一些蝦仁和帶脂 首先要把蝦仁 當然要先把蝦仁 把蝦仁放進去 這個時候 亦是發揮你自己的創作空間 把盤放得很漂亮 這個帶子最簡單 我就是把蝦仁放進去 如果你喜歡的話 甚至可以在帶子 把它煎一煎 每邊大概是煎二十多秒 煎到金黃色 然後放進去就可以 然後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這些就是新鮮的沙白 好了 把這些沙白已經套好沙之後 全部放在這個鍋的上面 把它放進去 然後 放多一點點水 我們可以蓋上蓋子 當你煮到蝦仁熟 它會彈開蝦仁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但這個時候 我都要準備其他東西 就是我會加上一些 黑橄欖 一些甜紅椒 還有一會兒加少許牛油 讓它收汁 好 最後我再加一些檸檬汁 因為我剛才說了 除了辣味之外 檸檬和海鮮很配 再加一些番茜在上面 如果你喜歡黑橄欖 可以再加多一點 這個飯呢 基本上我們做到有少許 好像半湯飯 還有些水 一鍋新鮮熱辣辣的 葡閣海鮮飯 這樣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不用半個小時 你已經可以一家人 為買一起開餐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食譜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很多朋友可能會問我 John Sir 其實我平時買蜆 怎樣去套沙呢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做法 也是海鮮哥哥姐姐教我的 基本上你買些蜆回來 一定要新鮮 買回來不需要做任何的東西 整個袋放在雪櫃 到你要淋煮前 兩個小時拿出來 將水泡倒進去 然後自己加少許水喉水 加少許鹽 給它大概一個小時 基本上你隔水 沙就已經走出來 5秒 cocoa 一 Brook 島 今月